很多人还没有搞懂 做鸡鱼汤到底要不要取铃 怎么做才汤辈味鲜 没得腥味 做鸡鱼汤的鸡鱼一定要这种鲜活的 我们可以在买鱼的时候 让炭主给我们把内脏 鱼塞去了 这个鱼鱼不要去 它很丰富的胶原蛋白 这样熬出来的汤非常的浓稠 肚体里面的荷物一定要清洗干净 我们放入姜 葱 盐 料酒 给它盐个十几分钟 这样能取出鱼的腥味 我们腌制好的鱼 还要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它才没腥味的 煎这个鱼我们用猪油来煎 它更香 而且熬出来的汤更败 很多人煎鱼 蘸锅 把鱼煎得稀巴烂 那是因为锅没吃好 热锅能有 我们这样子把鱼鱼煎得金黄 两面都煎到 再来加入姜片 四处独门绝结 把它剁成稀巴烂 不会煎鱼的朋友也不要怕了 就是要把它整成稀巴烂 再加入开碎 用大火给它熬煮十几分钟 搭去上面的浮沫 这样熬出来的鱼汤 又浓又白 而且还没有腥味 放上一些盐 胡椒粉就可以了 有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